主持人好,听众朋友大家好 惠提尔20日发生袭警事件,警察已被伤 警方最新消息,嫌犯在射杀警察前几个小时 刚刚杀死了自己的侄子 死前7个月的时间中被捕过5次 2016年4月因AB109提早获释 据生贷博古论坛报道 警方公布20日早晨发生在惠提尔的袭警事件 嫌犯为26岁的梅加 在袭警事件前发生几个小时 梅加枪杀了自己的侄子 46岁的托雷斯并报窃了托雷斯的车辆 在嫌犯驾驶脏车离开托雷斯家不久 寄予其他车辆发生追尾事故 接到报警的惠提尔警察保尔和黑泽尔来到事故现场 嫌犯无故突然开枪 保尔中枪身亡,十年53岁 据报道,梅加有多次犯罪经历 2016年4月因为AB109提早获释 仍旧处于缓刑期 消息称,2010年梅加因偷窃多辆车被捕入狱 在2016年4月获得缓刑释放后 曾经5次因违规被捕 此前最近的一次被捕日期是2月2日 消息称,AB109于2011年开始实行 初中是为了执行联邦法院命令 因加州监狱服刑人员过多 而将非暴力犯罪分子改为在县监狱服刑 或在县监管下付缓刑 由李博尔撰稿付报,谢谢